這個煮法真的沒得頂 大家看到它的柔軟度 仲仲好 試試鼻子 剛剛所說的二十分鐘八十度 就是這樣出來的效果 這種粉紅的顏色 鼻子就一定是滑的 滑到漏汁 最重要是看看胸 柔軟 滑漏 和不失雞肉味 這個是我自己的充心推介 以這個價錢一百元也不用 這個真的挺超值的 大家儘管買這隻黑腳搖雞回家 用這個方法做一餐和家人開心 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這個不懂煮又變大廚的系列 有個老友知道我很喜歡吃雞 他就說不如我介紹一隻雞 這隻就是廣西的名種雞 它的腳是黑色的 所以叫做黑腳搖雞 其實我在哪裡買呢 他就介紹我在前大馬買 不過是吃過幾次之後 真的有些雞 雞味像酒地那些雞味 而且最棒的是什麼 有時候我們吃的酒地雞 如果回內地吃 因為那些肉很有力 有些我們香港人吃不習慣 覺得味道就好 咬來咬去都咬不爛 真的不開心 但這個它不單止有味 而且它的肉質質 也是比較軟滑一些 肥油不多 肉質很飽滿 我知道大家如果在家製一個白切雞 其實就很麻煩 這麼大的雞 那你的煲餅要這麼大 我想過方法 比較容易處理 不單止是煮熟雞白切 還要成為一個 一雞兩味 一湯一菜的菜式 臨開工之前 當然什麼都沒有搞 先跟大家喝一杯 吃雞當然要喝一杯 白酒先 對嗎 嗯 爽快 雞就買了 首先要把湯 如果是整隻做 就要整隻浸下去 又三上三下 這樣很麻煩 建議大家可以試一下以下這個方法 首先不要斬出來 這個留下來煲湯 這樣就輪到雞翼 雞翼也先切開它 這樣一會煮起來 比較方便很多 這是黑腳雞 好像很有力 好 雞翼也切出來 哇 還有一個雷射標籤 先剪掉它 大家買的時間 要認住這個小牌 其實這個菜式 我們要把雞斬開兩邊 有些朋友說 斬開兩邊都需要工夫 有辦法 可以不需要那麼多工夫 最方便的方法是怎樣做 在雞胸最中心的位置 開一刀 貼著胸骨 開一刀 開到這裡的時候 你不用管它 在這個交叉骨 那裡斬開它 這個叫做鎖骨 那些洋人叫做 wishbone 斬開之後 你用剪刀就可以了 用剪刀 將你剛才是 把刀走過的位置 剪開它 因為這個位置其實很薄 你只要這樣剪 剪開 就這樣剪開了 雞其實有些位置是比較脆弱 很容易會斬開 這是雞尾 雞尾很多人都不要 我們在雞尾這兩邊 做一刀 貼著這裏 在骨的旁邊 這個位置 給大家看 如果切 就在這些位置切下去 這些位置 就是它整個背部 這些骨是最容易切開的位置 兩邊開始切 這裡又切 你看到是 黏住它 最容易切開的位置 很厲害 是不是 很輕鬆 這樣 這樣 切了出來 兩邊的雞 就切得整整齊齊 就不會一邊大邊小 變得比較完整 一邊大邊一邊小邊 做出來就不太好 接著就要處理 它的應該是這個Kidney位 這個也不要要 其實這個雞 如果是新不新鮮 這個位置很容易看得出 如果這個位置 是好像現在這樣 整塊那麼有力 不會融到是一坨東西 就表示這個雞 是挺新鮮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也是很完整 好像一塊芫 但如果是稍微不新鮮 它又是一坨 好像漿一樣的東西 這個雞都可以 很新鮮 為了令到一間煮的雞 能夠煮得更快 更加均勻 我也是那一招 在雞腿的位置 用小刀 輕輕地切開它 就是這樣 這樣就完成了 這邊也是 也是輕輕地切開它 片座 待會你煮的時間 它雞腿雞胸 熟的時間差不多一致 這樣就可以了 雞就搞定了 已經是切得很帥 接著我們要做個湯 這個不是用清水去浸的白切雞 這個是用一個湯去浸 讓它比較入味 其實湯好之後 想它的味道更濃 你可以醃一下 不過你不醃也可以 你想醃也可以 如果你醃 這個時間還要給它一點鹽 如果我真的醃 我可以醃至四五個小時 但你可以避免這個步驟 大家這次就不要醃它 吃回它的原味 湯底我們有這幾樣東西 有雞湯 有些蝦米 蝦米洗一下 然後放兩片薑 大約有二十克的薑片 這裏有四十克的蝦米 這裏有四克的白胡椒 白胡椒有整顆很難出味 我們拍一拍它 就這樣拍到它四處走 我們就找我的這些 密實袋子 把這個胡椒倒進去 倒進去之後 我們才拍它 搞定 就拍到這樣就可以了 拍幾下 拍到它每粒都是有少少碎碎的 這樣就搞定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一個拼 煎拼 把這個蝦米 胡椒 和二十克的薑片 全部倒進去 我們先炒一炒香這些料頭 不斷炒香它 其實你是白鑊也可以 油也不用下 炒香的胡椒 炒香的蝦米的味道 好 我們過去那邊 開始做這個雞湯 好了 薑 蝦米 胡椒 都放進去 開火 我們用很小的火就可以了 開個中小火 胡椒 炒香 還有蝦米炒出它 有少少的香味 所以我們不是用很大火炒 就是慢慢烘一下 烘到你聞到味 你聞到胡椒 你聞到蝦米的香味 就可以了 其實這隻黑腳瑤雞 我自己做了兩次 這次是第三次做 我覺得經驗蠻好 這樣的價錢 即是幾十元 這樣的冰鮮雞的質素 我覺得是值得推薦給大家試試 而且買它又方便 我很喜歡吃雞 所以一有什麼新品種 我都會試試 明顯聞到那些胡椒 炒香胡椒的味 蝦米的味道 大約玩了兩分多鐘 接著就下雞湯 好 買回來的雞湯 嘻嘻 全部倒進去 這裡有一公升雞湯 等它滾起的時間 又先喝一杯 湯煮滾了 煮滾之後 我們可以將雞放進去 嘩 是剛剛好的 我們可以把剛才切出來的雞 也放進去 如果大家喜歡吃雞腳 也可以放進去 我自己也很喜歡吃雞腳 放進去之後 我們就要將火 稍稍要關上它 其實這種浸法 我覺得水溫最好 就維持在大約80度左右 我自己覺得是比較理想的 你太低溫 可能大家吃不慣那種 這麼低溫煮的那種雞肉質地 那種雞肉質地 噴噴聲滾著它 當然不好 雞肉會粗 但我覺得80度是一個適當 是真真正正的煮熟的時間 它又不會粗 但它的肉質又不會太軟 如果你太低溫 有時它都會較軟 大家不太喜歡 好了 現在剛剛水溫到80度 我們不要管它 那大約要浸多久 如果這隻雞 它本身會重大約是1.1至1.2kg 如果你已經開了鞭 你大約需要20分鐘左右 20分鐘之後 因為我們這樣浸 是它不是完全覆蓋著那個雞的表面 20分鐘後 我們反轉它 給多3-2分鐘 在這些骨位那裡 那就剛剛好 那隻雞正在浸 大約需要20分鐘左右 這個時間 不如我們做一個 用鮮沙薑做的薑蓉 用來點雞 材料有什麼呢 簡單 新鮮的沙薑 薑和蔥 當然了 有些油 為什麼要用鮮沙薑呢 因為真的 如果大家吃慣一些 沙薑雞腳在酒樓 通常都是用沙薑粉 但只要你試過一次 用新鮮的沙薑 來做這些薑蓉 是回不了頭 它的相差的程度等於什麼呢 等於我們煮西餐用香草 你用乾的香草 和新鮮的香草 那種的差別 很簡單 沙薑洗淨了之後 就把它拍一下 拍一下也能聞到香味 薑切片之後 也是把它拍一下 當然如果在家裡有攪拌機 你也可以切了之後 放進去 打爛它也可以 然後就剁開 鮮沙薑 無論你是點雞也好 你點豬肉 白灼豬肉也好 白灼牛肉也好 它都很好吃 我覺得比薑更加優香 它沒有薑那麼霸道 那種味道 如果和薑兩個一起配合 來一起用 非常之正 然後放進這個碗裡 當然也要切點蔥 現在我這裡 就有50克的肉薑 和50克的沙薑 把它拍在一起 然後我們放些蔥 蔥也是50克 在這個時候 我們放少許鹽去調味 好了 我們拌了各樣50克 沙薑 肉薑 和蔥 放少許鹽 一定要拌好鹽 你才好加這個油 現在我這個滾油 就蘸下去了 香到 為什麼剛才說 你一定要拌了鹽 你才好蘸油下去呢 如果你是蘸了油 你才加鹽 那些鹽在油那裡 就比較難溶 鹽在油那裡是不溶的 你一定要是現在 是未下油之前 那些薑 蔥 那些水 你拌一拌 很快鹽就會拌勻了 就和那些薑 就混為一體 如果你是很不喜歡 那些什麼雞粉 那你最好都加少許 醬油 因為事關 如果只是加鹽 好像不太夠味 加少許 加20克的 生抽 沙薑的香味 不太頂 現在這個煎沙薑的薑蓉 都做好了 我們游回去看看這隻雞 剛剛20分鐘了 基本上 浸著那邊 就已經熟透了 但現在你見到 我們是未浸到的這一邊 還有少許那麼多的生生地 那你只要是 將它 反一反轉 來吧 再浸多大約是 兩分鐘三分鐘就可以了 兩三分鐘之後 我們就可以 將雞 出去了 現在這樣 雞就完成了 不過 但是我們還有一鍋 這麼美麗的雞湯 還有些蝦米 那些味道 胡椒味 將它來煮大白菜 就是我們叫做開陽白菜 這個是非常之好味 這個菜式來的 完全是不浪費 雞就浸好了 那麼我們這麼漂亮的雞湯 我們先倒起它 我們就買了這些 我們叫黃牙白 有些人叫它大白菜 切了之後 就放進這個平底鍋裡 這個開陽大白菜 我也是非常之喜歡吃的 是很簡單 但是真的很好味 然後 你就可以二話不說地 將這些雞湯倒進去 你現在看好像不夠水 不夠水 但是你知道 這些大白菜 當你一煮熟它 它就會軟 它軟了 它會浸回到湯裡 我們只要把它蓋著蓋 放回爐頭 你煮它大約 又是差不多20分鐘左右 這樣讓那些大白菜 吸收到那些雞湯 這些蝦米的味道 又是很棒 很棒 沒有得頂 這個 嘩 嘩 這個煮法 真的沒有得頂 大家看到它的柔軟度 更加好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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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蝦米 剛才所說的20分鐘80度 就是這樣 出來有這樣的效果 一點點都是粉紅粉紅的顏色 我覺得我不加鹽醃 它是正確的 當你圓微的時間 你更加能夠體驗到它那種雞 那種雞的肉香 不過蝦米 一定是滑的 現在滑到漏水 漏汁 最重要是看看胸 讓大家看看 看看胸是怎樣 如果你用80度的溫度去浸這隻雞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好的方法 你浸完之後 你會見到雞 雞胸都飽印著一些肉汁 因為你的溫度不太高 肉汁裡面的水分不會蒸發得那麼多 你每天浸著就不排 浸著都不排 這一個我覺得是非常理想的溫度 試試肉質 柔軟滑陋 和不失雞的肉味 非常之好 這隻雞我買的時候 收錢的姐姐跟我說 你真的懂東西 這裏附近有很多廚師大廚在這裡買 買這隻雞回去自己吃 是不是大廚回去買呢 我就不理 好吃才是硬道理 這個是我自己的充心推介 真的大家 以這個價錢 一百元都不用 這個其實真的挺超值的 大家可以真是放心地買回去試試 用這個方法 你看看 我的雞胸 神經病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有得頂 提提大家 一定要試這個 新鮮沙薑做的薑蓉 香到爆炸 乾杯 好吃才是硬道理 難怪它是銷量第一 嘩 嘗試這隻腳 我才以為 走地雞的樣子 腳一定很硬 肉又很韌 牛不開 但又不是 都很軟滑 老友說 這隻雞吃五谷雜糧 蛋白質又豐富 營養又好 這隻雞養了百多日 難怪它的味道夠足 有些是六十日 七十日 賣出來 那些雞味是會欠缺一點 百多日的雞是完全不同 厲害 跟大家試一下菜 多麼漂亮 這個開洋大白菜 嘩 這個雞湯已經厲害了 再加上這個雞汁的加持 嘩 那個大白菜很美味 胡椒 蝦米 嘩 雞湯雞汁 嘩 這個做法一鍋過 你怎能夠想像得到 這個是26cm的平底鍋 做了一頓 如果是兩口子就滿足到爆炸 希望大家下次也有時間試一下 做一頓 和家人開心 自己也開心 乾杯